Hello大家好,我是大表姐 又到了一年一度 要给大家录年终总结的时候了 时间过得我觉得还挺快的 感觉去年在给大家录 一年总结的时候的 那个时间还立即在不 去年和今年有一些一样 又有一些不一样 一样的呢就是 我同样的心情 我去年录的时候 也是三天之后就要去哈尔滨了 今年也是 如果没有昨天的那个小意外的话 我今年也是三天之后 也要去哈尔滨了 今年本来也是 希望自己在哈尔滨 然后和我最爱的男人们 度过一个觉得应该是 今年非常棒的一个夜晚吧 但是就在昨天收到了 二手玫瑰跨年演唱会 取消的这个信息 所以昨天就在不停地退票 退酒店 退机票 因为我们今年 每一个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是疫情 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 在生活中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模式 或者工作模式里 都变困难了 但是还好 我们都过来了 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 今天再要录这个一年总结的时候 和去年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 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 想了想了 今年最开心的三件事和最难过的三件事 我们就先来说最开心的吧 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也说过 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更加的去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可能今年倾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放在这件事情上 然后成果大家也看到了 首先我觉得自己非常棒 去年的时候自己还有六高 然后我现在只生意高了 这一高也不用再去吃药什么 然后又开始了去健身 让自己的身材 或者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变得更好 我觉得都很棒 很棒 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然后第二件呢 就是妹妹结婚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 虽然可能跟我自己结婚还是差一点 因为妹妹一直在家嘛 在家里她可能面对的这种 催婚的压力啊 会比我更大一些 所以她在结婚之前 也是不停地要去相亲呀什么的 然后也一直没有碰到自己 特别喜欢特别满意 特别愿意跟她去结婚的一个人 结果今年遇到了 又结婚走在一起 我觉得从我这个做姐姐的角度来讲吧 能感受她的开心和幸福吧 我自己也是特别的祝福她 然后自己也觉得 因为我自己结婚的心情我还不太知道 反正是觉得幸福的要溢出来的那种感觉 很开心 还有就是 因为弟弟结婚了之后 弟弟又有了孩子 我的家长是在我弟弟结婚 然后弟弟有孩子这件事情上 倾注了很多的经历 然后呢就会忽略了我 忽略了对我的这种催婚的压力 马上现在我爸妈的这个小僧女 已经五六岁了 他们马上把注意力从这件事情上 开始转移 刚刚转移到我身上的时候 妹妹又结婚了 干的非常棒 爱你们 第三天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 因为今年疫情嘛 然后我身边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事 我没有什么太博爱 或者是大爱的这种心境 我觉得可能只要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没有事 就已经非常的棒了 非常好 而且在过年的时候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家是成了市 总共有七例确诊的病例 然后我家隔壁楼构建了四例 就是两栋楼之间大家隔了也就 走路也就一分钟的这种距离吧 所以当时小区整个都封闭的时候 大家的心情还是挺压抑的 也很沉重 也很害怕 然后到今年夏天的时候 北京又开始疫情的时候呢 通州确诊的那里 那个小区 离我家小区大概有个七八百米吧 然后也是彻夜去排队做核酸检测呀什么的 也都是比较紧张 但是最后都无碍 没有大事 我们都挺过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让人开心的一件事 然后这是三件比较开心的事 三件比较难过的事呢 第一件就是最难过的事情 就是 对一说就有点难过 果然是最难过的一件事 就是 老爷去世了 老爷去世的那天呢 晚上我就再告诉自己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一个 没有爷爷奶奶和姥姥姥姥的人了 我的上一辈的上一辈 就已经没有人了 然后就只剩父母的这一辈 突然觉得可能 人长大之后 就是要不停地去 面对一些亲人的离开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 我觉得人世间 最痛苦的一种思念 就是 永远都见不到 这个是最难过的 老爷去世的那天晚上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然后说 这个冬天一点也不好 所以我在今年的时候 今年冬天的时候 一直在跟身边的人说 也在告诉我自己 包括我今年的生日的愿望 就是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我觉得这个冬天还好吧 所以说总觉得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冷很多 是吧 但是也在非常积极地面对所有的事 心里还是比较暖 包括身边的人啊 包括身边的事 都会让自己心里还是比较温暖的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第二件比较难过的事呢 就是因为自己一直的在 一直在减肥 在这一年的大半年的时间里 我之前的这个减重 一直是靠这种调整饮食 一直在断糖 吃很少的这种碳水 得到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体重在一直下降 但是发量也一直在 一直在减少 我现在的这个头发的发量 大概是我以前的发量的一半吧 虽然平时不怎么提 但是每天梳头洗头的时候 看自己头发掉的那么多 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不过现在已经在调整了 现在掉发脱发的速度 已经慢慢的在延缓了 然后第三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呢 就是依然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我这都是苦笑 反正遇不到也就遇不到 希望自己明年能遇到了 如果明年能遇到了的话 那就是我明年最开心的 三件事中的其中一件 如果还没有遇到 那就是我明年最难过的 三件事中的其中一件 我最近看到了一句 很棒的一句话 所有把生活调到了 哈龙模式的人 都将得到宇宙特别的嘉奖 礼物会随心藏在 生命长河的某一处 我觉得这句话 是我对过去的这一年 所有发生的事情的一个 就是我心境的一个总结 一切的不管是遗憾 还是开心和难过 都将过去 然后都会消融在 最好的那个结局里面 我现在从办公室出来 然后准备采访一下大家 问一下大家 这一年里最开心的事和最难过的事 让我们开心的一起开心 难过的分担难过吧 好三哥 2020年你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我哪个人做的呢 特别能体会 那最开心的呢 我感觉到我来到一个新的事 太假了 哈哈 刚早上真的 好的 祝你越来越快乐 三哥 卉卉 2020年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这难过的事 嗯 这没啥二斤肉 哈哈哈哈 让我滚 滚 最开心的 我每天都很开心 2020年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快点 配不配合 就这么一想 也没啥 最开心的 最开心的 还没啥 那你没鸭吧 你赶紧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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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哥 嗯 2020年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去年这个时候立的所有的 蜂蜜都到了 哈哈哈哈 那个前辈三年到了 学说那个现在刚起步啊 就是完成了百分之十 最开心的事 好像也没啥 找个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都不要惦记鹏哥了 鹏哥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建议再多一个 哈哈哈哈 你这个渣男 给200块钱这个要查 哈哈哈哈 把她女朋友单独给我爱她出来 这玩意 看着看着 不可能 为了节目效果 哈哈 你看 哈哈哈哈 我这后面有的字幕 非让我这么说话 哈哈哈哈 亚洲 最难过的事 嗯 最难过的事 还是跟去年一样穷 哈哈哈哈 最开心的事 最新 揽着头发 还行 好像过不成哎 你爱爱爱爱爱 不玩 哎阿比啊 最难过的事 疫情 就疫情影响的各种方面 那最开心的呢 我长指甲了 饼干我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她指甲很短很短 属于那种不长的那种 然后每天还在刻 每天在用牙刻指甲 然后一开会的时候就在刻指甲 我就要告诉她 我说别刻指甲 别刻指甲 这是我妈困扰了18年的难题 我还没有想过可以花钱解决 哈哈哈哈 清晨最难过的事 最难过的事就是 超五次的 哈哈哈哈 你玩也 你说什么要我们开心 那最开心的事呢 最开心的就是 干那个直播太过了 哈哈 你开心吗 你开心吗 你开心个屁 你开心 来最难过的事 好像没有了 没有 那太好了 那最开心的呢 我马上要点 哇 我妈有点酸 哈哈哈哈 刚才 刚才那说骂不是发作废服的 哈哈哈哈 宗盛 最难过的事 其实也没有什么最难过的事 但是有难过的事 就是每一月要还房贷 哈哈 这是幸福的压力 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每月的那环像 哈哈哈哈 完美 来 哎呦 亚非这小装画的 最难过的事 就是 去年两周年 公司 这个话 老板的亲手是 让商务部赚他一个亿 但是今年没有达标 然后这是我今年最难过的事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亚非是销售 所以说 整体的业绩没有达到 她个人的业绩 收入就会有所减少 对吧 是这个逻辑吗 干嘛说是那么实在啊 那最开心的事呢 啊 最开心的事是 今年实现了这个 三十二例 就是 买房装修 还要发现自己 能办成很多事情 嗯 这点就是有了一种 社会认同感 家庭认同感 和自我认同感 所以感觉升华了 嗯 体重也升华了 然后希望 明年能瘦他个三十九 加油 减肥 小月 最难过的事 今天我最难过的事情 就是我告别了眼镜 告别了我陪伴好几十年的眼镜 这不应该是开心的事吗 法尔代 哈哈哈 小月今年做了 那个近视眼的手术 因为这个眼 改变了自己的 然后今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来了 就是在职业生涯上的话 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 进入了自己想进入的行业 然后来到了我们这个公司 然后明年也希望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公司下面能够发展 更了解这个行业 嗯 写的话 其实今天有个挑战就是 也瘦了二十斤 哇 这么棒 什么事情只要你干的话 就能去完成 对 就什么事只要想好了之后 就是干起来也没有那么难 对吧 嗯 好 真棒 来子枫 最难过的事 真的没有什么 做这个问题 但是 要说开心的事还是 嗯 那最开心的事 一毕业就找了一份自愿 很喜欢的工作 哇 真好 因为好多人 毕业也可能找工作不合适 或者找找工作 或者今年的大环境也不太好 可能给你们这种毕业生 提升了这种难度是吗 来 好 欢愉悦 先说难过 最难过的事 最难过的就是 我刚来公司 这个公司的什么 二百一排下号 我排第三 然后现在到五年末了 我排第一 对 我已经出了这个圈子了 那最开心的事呢 最开心的也是 大环境就会差 然后刚毕业 我没学 我 自信的工作 就是 挣强了就很开心 第一次不做自己的工作 因为子风和怀宇都是刚毕业的孩子 所以就是觉得赚钱了就很开心 对吗 今年最难过的事 最难过的事就是 没有我们托择了 对呀 大声的说 没有托担 那最开心的事呢 最开心的就是 莫名其妙的长高了两分 啊 可能是因为天天混中来的 真的 那说明你还在发育 还在长是吗 恭喜你哦 唐宝库来了 唐女士 最难过 最难过 太难过了 然后我跟你说 第一 首先中风连来了 现在看到的我已经是恢复80%了 之前这半半两不能动 说话跟你有能力 这种 赵四 赵四 你说话你注意 就刚才你说 说完这句话 你整不好 你都容易挨揍 你知道我 第二件事 我做了蛋壳公寓 这句话公寓知道 我说 蛋壳人 蛋壳人 趁热 然后出去删写 我怎么想挂了 可能发生点12月 可能发生12月 闲时音乐都很开心 你要会给我一大方程 开心的事是吧 我一年多年来的 大一八来了 做回女了 实性习素少回来了 肝也治好了 肝也好了 脂肪肝也好一点了 这是最开心的事了 汤圆虽然是赞壳人 但是他损失的 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我现在已经顺利搬家了 好 现在就是家辉了 家辉现在躲在一个角落处 最难过的事 难过的事 第一什么难过的事 那最开心的 开心的事跟难过的事 基本上属于一件事 就是买房这件事 开心是终于有房了 然后难过的事 贷款的压力比较大 现在是给银行打工 那你和宗盛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这挺好的 男人步入中年 就是要面对这些 最难过的事 没有难过的事 跟我一样心态好 只有开心的事 那开心的事呢 啥都挺开心 我今年开始感觉 学了很多新的东西 就觉得挺开心 然后就感觉更充实了 因为我家人都挺健康 所以我没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 好 我要补充一下 伯伯以前是一个 表达欲非常差的人 对 经常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然后不说话盖着自己的脸 然后特别安静在那待着 但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发现波波 开始变得开朗了许多 然后也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平时私底下还总在感叹 就是觉得波波长大了 总之这一年 如果公司所有人 我最为他开心的一个人 可能就是波波了 对 干啥 今年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怎么不在套路出牌呢 不应该希望开心的事吗 不 我觉得我只想了开心的事 那你先说难过的事 开心的事是由来记住的 难过的事是由来忘记的 所以我不记得很难过的事吗 那就是没有 没有 我是哥哥先看 那说开心的事吧 开心的事是 我今年结束了大学四天的生活 然后毕业了 然后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非常的幸运 来到了这家公司 比我想象中 人际关系好混很多 然后有一些可爱的公司 把兴趣当做工作 爱好能挣钱 我觉得是最大的开心的事 一会儿一会儿就告诉人士 把你开除 对对对 所以要把这一上的事 就是我一身奉献给的公司 共享好开除 来 好 最难过的事 最难过的事就是 体重一个超过200只 然后 原来不是吗 原来很凉凉 原来来一公司的时候 只有160只 不可能 180只 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都变成了100只 都就是单点吃 单点瘦 那不是你自己喝酒喝的吗 那最开心的事 最开心的事 就是跟媳妇结婚一周年吧 就是先浮显度过了这个 第一年的 这个超约见 好的 你是知道你媳妇肯定会看视频吧 这个不重要 她看不看我都是这么说的 现在已经把 公司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采访完了 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 当问大家最难过的事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说 没有什么特别难过的事 然后开心的事 又真的是特别开心 我就觉得这个还挺棒的 觉得这一年 好像大家都在说 这一年过得很难 但是当自己去回想 这一年到底有什么 特别难过的事的时候 发现好像也都没有什么 都过来了 就是觉得都过来了 还是挺好的 很为大家开心 然后自己也很开心 也像我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样 有什么特别难过的事 就是终究还是会 过去会消散的 开心的事 会一直开心吧 就像刚才一行说的 开心的事是用来记住的 难过的事是用来遗忘的 那最后就祝大家 在2021年的时候 一切如你所愿 叫我围绕个脂肪好吗 求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